是怎样的信念 让他坚守大山十余载 又是怎样的力量 让他始终不予 温情陪伴 风雨在途 不忘初心 见证本期播出 绿剑行动第三季第三集 居家警务事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社会变迁 居家警务事 导演 四季 阳宾 平安 一大早 文静春便和妻子杨嫂嫂忙碌起来 58岁的文静春 是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贺北分局的民警 他的妻子杨嫂华是一名邪警员 两人一起在深山里工作生活已经有13年的时间 他们工作的地方在赫北分局联营派出所金矿辖区 离家56千米 开车需要40分钟的时间 杨嫂华已经记不清眼前的这条路走过多少次 以前刚上山的时候就是做大客 后来又买了一台摩托车 夏天的时候就骑摩托车走 方便 老百姓有事我们随时就可以走 后来林厂停业以后 客车就不通了 我们就买了这个小袋布工具 现在就是上山的时候就开着自己车走 从坐客车 骑摩托车到开车上山 夫唱 夫随 两人一起走过 前几天 文静春在黑龙江省林业公安学校 参加了三天的业务培训 培训结束后 便和妻子来到深山里的家 屋子里的温度和室外差不多 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因为咱们在家住床 到这就做火炕 要烧火 要点炉子 要点炕 屋子里有了烟火 便重新恢复了温暖 恢复了生活的气息 这所看似寻常百姓家的住房 总共60平方米 却既是文静春夫妻两人的住所 又是他们工作上班的地方 是他们的居家警务事 2007年 44岁的文静春 从刑警队调到连影派出所工作 第二年 他的妻子杨韶华 从贺北林业局内部退休 你能考虑到我岁数大一些 整个居家军事问我通不通行不行 我说可以 我说到哪都一样 成立居家警务室 意味着夫妻两人 要常年坚守在深山老林 我媳妇不太同意 因为她这个山区毕竟很艰苦 你在这局里头 不管是生活也好 条件也好 都要比赛山要好得多 这地方赛山没影儿 人也少 2008年的时候 公安局说要成立一个警务室 那个时候文静村已经在这个林场工作了一年多 然后就说这个人显比较合适 但是当时我的女儿正常出动要综考 我有点不同意来人 杨韶华说 那一年女儿14岁 正处在最需要陪伴的成长阶段 而丈夫已经是上岁数的人 远在深山 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 工作上也需要有人大把手 几经考虑后 杨韶华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怎么办呢 就是最合适的云选就是她 我就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 我们就上岁了 就成立了这个警务室 休结了几天吧 就定下来 因为毕竟她的工作领导信任她 让她在这儿说成立个警务室 那么就来吧 就给她做做饭 做好护勤工作 2008年11月12日 杨韶华跟随着文静春一同进山 在连营派出所金矿辖区 用文静春的名字成立了居家警务室 从这一天开始 夫妻两人开始了 他们与这座山林之间的故事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上山不久 文静春就接到新的任务 下午啊 没烦呢 干嘛去啊 对吧 我得开门 我得下午上出来去的 咱们回家还是去 好像是开会吧 开会好像巡护吧 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你收拾收入 我开车去啊 我开车去 慢点啊 继续点安全 我把帽子打的手套都戴好 你要巡护的话就得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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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居家警务室到处 到连营派出所 还要继续向大山里行驶 二十五千米的路程 山路弯弯 积雪没有融化 河北分局连营派出所 共有五名民警 守护着一百九十平方千米森林资源 和一百多户居民的安全 大家还有没有办法 没有 没有办法 准备 准备 到了 衫兮挡了 牵呆 hall 牵凳那时候已经 这些倒下的树木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的灾难 从2020年8月27日开始 在半个月的时间内 黑龙江省遭遇了 第八号台风巴威 第九号台风美沙克 和第十号台风海神的三连击 灾害之众历史罕见 很多生长了几百年的红松 没有躲过这场劫难 同志 这柴木是你长的啊 是 这是你长的柴木啊 把这具拿的 把这具拿的 那儿的 看 咱们够出来 来 去给我的 你能不能上这儿来整柴木 来来来 这下面是你长的吗 这都是你长的 是 你叫什么名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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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王 王 王明 不是 王明 你那个 这个系的行啊 那粗的怎么还能弄呢 没给你谱法吗 知道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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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行吗 不行 国家的岛墓 封岛墓 封折墓 属于国家的财产 这都不能动 对 知道吧 你真的 不人许的 挺可悔的 回去再扫着 老百姓都不容易 就要那些粗的 就封到封局了 都不能动 咱千万别动 知道吧 这都是国家财产 你整了就是盗窃 你再整整吧 拿那个剧 剧不剧新的书啊 那没有 就整这点 你们还有没有了 没有 一会我们去查 别跟我撒谎啊 没有没有 这没有了 算实话 这整这些 但是啊 就是你这个小的 你的意思还挺好的 那个细的呢 可以减一点 但是那粗的 肯定是不行 知道吗 行行行 那也要不 这次就是再警告你一次 这属于国家财产 四人是不人举 往家拿的 记住了吗 你这需不需要 我们帮你整一下 不不不 我把这 你拿是把这条 拿上口上拿回去吧 粗的咱就自己等吧 粗的不行 粗的 帮你拿点吧 帮你拿点 这些被台风吹倒 吹折的树木 叫做封倒木 封折木 文静春说 自然灾害过后 会有极少数的居民 进山砍伐封倒木 封折木 他们不知道 擅自砍伐 倒木树木 也是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规定 凡采伐林木 包括采伐火烧枯死木等 因自然灾害 毁损的林木 都必须申请林木 采伐许可证 这锡都行 走 炒鸽人 你不行 这 这大都不行 这冬了吧 小的锡顺手 是 哎呀 花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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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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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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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腾腾的饭菜 会让文静春忘记一天的疲惫 文静春前些日子去哈尔滨培训 待了三天 却抽不出时间 与在黑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见上一面 那个就是一个女就是六级的话 就是说正常都能对话 女儿文静从十四岁那一年 就与父母过着巨少离多的生活 好 你回来帮我干活呗 是不是 对孩子很愧疚 别这么说 就是说孩子就是中好 不跟我媳妇 都不得孩子跟家 孩子对父母多得少少 好像是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说别人家的孩子的父母都在跟家 什么陪主我自始终在一起 我们家孩子就和他爷奶和他奶在一起 对女儿真的有点愧疚感 她爸爸在她中考高考的时候去了 中考都没在家 就我陪着她 孩子考的还可以 但是高中的时候呢 因为没去补课 也没送到外地去读 因为我们周围有个好的中学 都没有条件去送她去 因为没有人在那陪读 我只能在山上 爷爷奶奶年龄也大了 没有那条件 现在通讯发达了 杨韶华极力弥补过去对女儿缺失的爱 但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几乎每天要试评一次 跟爸爸就差一点 始终就是有事就先跟我说 我很想女儿 实际她今年大学读研究生以后 我就想去送她 但是正赶上有疫情 然后秋季防火都忙 我就没去送她 自己去的 自己走的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送她 居家警务室位于金矿林场 辖区总面积320多平方千米 有73户居民 人口150人 文静春说 虽然住在山上的人并不多 但这里交通不便 离乡镇远 成立居家警务室的目的 就是为了方便百姓 如果说百姓报警 或者是有求助的时候 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见我能赶到 如果是重大事情的话 我就得向处理回我 平时老百姓 小二两去一世去 我就给他扒 警务室这个成立 就是说自安家的一块 就是我随随地 就是三五分钟 我就能到底了 很快也很方便老百姓 作为连营派出所金矿辖区的协警员 杨韶华除了不能参与出警 执法等涉及到治安的案件 处理邻里纠纷 家庭矛盾 他可以帮上你 怎么办呀 你给你哥俩生气吧 给我哥俩生气 套哥那俩 套哥那俩 你这家得势 我给你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还能够多事 我差不打呀 不送你 你还说你爸你吧 多好啊 我不打电话 我还看我的命都散着 你那时候 啥说说那样人啊 咱们不是那样人啊 我说我没打理 我说多大事 内部矛盾 内部矛盾 这家的小我不干净 那家的小我不干净 完了早一捡来吃猪粪 现在死老头可难养了 文静春劝男的 杨绍华劝女的 夫妻两人分头行动 居家警务市的优势 充分显现出来 在两个人的劝说下 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不能跟少子生气 那么大年龙 你本身心疼的 他身体不好 我才跟他一样 他身体好 我走着跟他俩干净 好了好了好了 他先干净 该一样 他就一样 不生气了啊哥 我还生气我找了 还好 找气息 管说不要养 不要养 没抓过来我还得吃饭了 我能不管吗 吃饭上去 活得活得到端身体也不挺好啊 是吧 能不能不生气了 休息我有啥事 能不生气了 加个万事休息 只要是夫妻吵架的 或者是婆媳猫 我们就去 他给我家的气 都得放后了 气得放后 像大伏地人 先要就是大伏地去 咱俩最妥严的 就是啊 两人生气 看着他都可以 让你们多费心了啊 没事 谢谢你们啊 好 好 我们走了 广袤的原始森林 人烟稀少 这里并不仅仅有 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 在文静春的记忆中 在秋色宜人的季节 森林里却掩藏着更多的凶险 我在塞上 几十这么几年 最危险的一次 应该是16年吧 16年那是秋天 军民举报 就是塞上有一个 电野生动物这些东西 他们上山采摩之后发现 文静春 刚才他们上山 就看见有人的 普通还撕了那个高铁 就在帮你了 那是电影有电跑道 那个墙电人碰了就完 你再等一会儿 我穿衣服 穿衣服 马上走 我上了 你干嘛 你干嘛 上山得上 上山得上 快带路 来了 我 穿脚 你这样快去吧 你怎么不打水就要穿你了 嗯 慢点了 知道了 别着急啊 当时我接到警察以后 我马上就领了两个队员 我上了三 有盗猎分子在山林里 接上带有高压电的铁丝 猎杀野生动物 而这个季节 正是百姓上山忙碌的时候 这个时候老百姓都上山采购 他那个东西是专门打野生动物的 什么袍子了野猪了 这些东西 山上的都是一群老人 眼睛花 他那个铁丝很稀合 如果是稍微不注意 汤上的话 他不是伤人 一下就打死了 文静春 那些东西看不到 铁丝都非常细 这样能达到一万多幅 看完以后 我就找到林场的电路 把它拆除以后 我就跟您报到书来 说的 我们是某大队上来的 找到了铁丝 这线他收过来了 那走吧 那次撤回去吧 好 这些小西间这炒地 接着他说药命了 文静春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盗猎行为在严厉打击下已经消失 但是提高老百姓的法律意识 仍然是他和妻子两人的重要工作 民警的工作量就大了 我就协助他做做东西 我就是做好后勤工作 我看剪洞都动了 如何保安全 这个是防炸片的 谁要给你打电话说你中奖了 或者什么不要信 这个东西 像我姜哥多看看这个 你就看看这个 什么开车注意安全 因为咱们像大城市有什么红绿灯 或者石油路口什么都要注意 对对对对对 自己家有车 这个事就咱们自己注意安全 好对对对对自己好 我如果有什么事呢 咱们给我电话来 谢谢 谢谢你们 坐下 这一天从山下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要搜寻多年以来一直在收集的东西 由于山林管控严格 必须在民警的陪同下才能进山 戴福君在林区长大 他深知在这片沃土的下面 埋藏着很多抗年英烈的故事 也掩埋着侵华日军的罪恶物证 从2007年 他就开始走上历史物证探寻之路 在15个林场都发掘到侵华日军大量物证 还发现大批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 弹药库 卫生所 仓库 检修所等遗址 他为了採夺资源 在这里建了很多的村屯 建了很多的港楼和兵营 像我们这个地区就是连营林场 这是兵村 刚才开始找到这瓶瓶罐罐这些东西 后来一点一点找到战场了 和过去他们生活的地方秘营了 这样他就把东西找出来 宝贵丰富的自然资源 曾遭到侵华日军的疯狂掠夺 看来在这个地区主要是跟他们进行斗争 就是不让他们进行破坏 他们使用的都先进的武器 咱们使用都是奔旧的武器 就得振时间了 因为它下天不太密 装过来 别的地方也有啊 别的地方也有 但是还没有这片多 这片是非常多 诶 有一条法了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诶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这个 今天就齐好啊 今天就齐好啊 真的好啊 坏钱啊 好像手雷戴磕槽的 听戴老师的 没事 这个是日军的974手的 它这个是仪器的 你看这个保险盖和保险都没动 如果它是使用过的 它就是把这个安全的 使用过的这个就拽出来了 拽出来了 这个保险盖它磕过 它是完整的 这个困难 你不错 今天收获 收获特别大 这是一种见证 这一片就是夏天专门进来 好 打扰吧 打扰 跟前还有 这发现的地方就有了 对 过来 这里最冷的时候 气温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 会把水管冻裂 给民警的生活带来不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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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静春说 得益于长期以来对山林的保护 这天然的冰水经过有关部门的检验证实 富含有利于人体的多种矿物质 没有任何污染成分 大自然总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给予人类最为慷慨的馈赠 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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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子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但踏踏实实地做好普普通通的小事 已经让他很满足 很骄傲 在文静春的心中 这些年来能为老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 正是因为有着妻子杨少华几十年的温情陪伴 我媳妇和我上山 一直到现在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俩夫妻也杀人多年了 也是找了好媳妇吧 这里的寒冷 孕育了寂寥的世界 也孕育了美丽的风景 在夫妻两人的眼中 这片山林不是山 不是林 而是相濡以沫的老朋友 有他们的陪伴 夫妻两人不孤独 不寂寞 再有两年的时间 文静春就要退休了 但他相信 即使和杨少华离开这片山林 守护的故事依然还会延续 像森林般茂盛生长 大山深处 矮矮白雪 如此静谧的环境 谁曾想隐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 森林公安民警如何剥茧抽丝 重拳出击 保护营商环境 见证下期播出 绿舰行动第三季 第四季 声霸覆灭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